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奥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一月二十五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此前巴赫在周六刚刚抵达北京 只经过三天隔离并与习近平见面 根据官方通报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农历小年 过几天要过大年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过年 习近平还说 中国举办冬奥会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习近平说申办的时候我就说 办奥运最大的目的是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活动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同时巴赫用中文祝贺中国人民新春快乐虎年吉祥 根据来自中国方面的通报 巴赫表示中国展现出了效率活力和决心 同时说中国实现了三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 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巴赫还向习近平说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将体育政治化 此次国家派团出席冬奥会 表示北京冬奥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 巴赫还说虎年要成为勇气之年力量之年 北京冬奥将成为世界送给中国人民最好的虎年礼物 此前国际奥委会和巴赫因为在有关于彭帅安全问题上被质疑 重复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未能确保彭帅安全 未能确保彭帅自由无限制对外发言 引起了世界媒体的不安和不满 目前没有消息显示巴赫与习近平通话时是否提及了彭帅问题 而说到跟彭帅有关的消息 再来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最新进展 在国际社会的反对声中 有一位观众因穿着支持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的T恤而被带走的限制措施 现在被彻底放弃了 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活动人士计划在周六的澳网公开赛女子决赛中 分发数百件印有彭帅在哪里字样的衬衫 而澳网赛事主管后来告诉美联社 现在在墨尔本公园穿上这些衬衫是可以被允许的 只要不大成群聚集或者给其他观众造成麻烦 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们想要穿这样的衬衫 这可以 如果有人来到现场 明确表示要破坏我们球迷的舒适和安全 那么他们就不受欢迎 上周末保安和警察要求一位球迷脱下一件正面印有彭帅形象 背面印有彭帅在哪里的衬衫画面 引发了广泛谴责有批评者认为澳网这样做是懦弱的行为 王秋名将三届澳网单打冠军 马蒂娜纳弗拉蒂诺瓦在推特上面表示这太可悲了 在这个问题上WTA几乎是孤军奋战 澳网最初回应表示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服装违反了有关于政治信息的规定 而在随后澳网则退让表示 他理解人们对于有一系列问题持有强烈的个人和政治观点 并强调彭帅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继续与WTA和全球网球界合作 尽我们所能确保他的肤质 与此同时说起跟奥运会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北京时间一月二十五日 来自北京冬奥会体育代表团的一百多位运动员和教练员 在天安盟广场宣誓出征看升旗 出征仪式有五大进领事 而宣誓结束之后运动员们进入闭环馆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企业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视频游戏巨头腾讯 因为贿赂和挪用公款事件结雇将近七十位员工 同时把十三家公司列入黑名单 未来与这些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往来 腾讯表示向当局报告了十多人的不法行为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腾讯二零一九年开始内部反腐 定期报告调查结果 去年腾讯在调查中发现有一起案件 涉及数码音乐部的一位前员工 向供应商收取好处 另外有一位体育内容工作人员 利用私人关系 让腾讯与自己的关联公司交易获利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电影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电影搏击俱乐部在中国原版的结局 大楼爆破场景被删改 而换成了正能量的一个结局 讲述警方迅速破案打击犯罪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导演大卫芬奇指导南星布拉德皮特 还有爱德华诺顿出演的著名影片 搏击俱乐部在中国被发现遭到删减 腾讯视频提供的版本经过改造 一九九九年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原版结局是 爱德华诺顿饰演的角色 杀死了他意想出来的另外一个自己 也就是布拉德皮特所扮演的泰勒德顿 然后遥望城内大楼一一爆破 暗示颠覆现代文明 在中国网络播出的版本却是 爱德华诺顿扮演的叙事者 杀了蔡勒之后没有大楼爆破场景 之后屏幕转向黑屏出现一段文字 警方迅速侦破整齐计划逮捕所有罪犯 成功阻止了炸弹爆炸 有用户表示这样的删改太粗暴了 有人表示原来他们不止删还会加 如此阉割电影还有什么看头 根据来自中央社引述法新社的报道 目前不知中国的审查机构下令删改结局 还是原版电影制作方做出了妥协修改 腾讯方面没有对有关质询进行回应 此前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为期一个月的清朗计划 要营造春节喜庆祥和的气氛 目前不知二者是否相关 观众提示下一条新闻涉及暴力凶杀细节 如果是未成年人请略过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杭州杀妻分尸案二审有关情况 一月二十五日浙江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许国立故意杀人上诉一案 此前中期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被告人许国立和被害人莱某某是夫妻 因为感情经济等方面的矛盾 许国立对自己的妻子心生怨恨 陆续购买安眠药和切割机等工具 预谋杀害莱某某 二零二零年七月四日晚 许国立向莱某某睡前饮用的牛奶内投入安眠药 趁昏睡之际采用胶带封口枕头捂压口鼻的方式杀死莱某某 之后将尸体搬至卫生间进行肢解分散抛弃 作案后许国立又编造虚假信息 对外谎称莱某某失踪逃避侦查 在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安机关筛查小区化粪池 发现部分人体组织次日将许国立抓获归案 一审已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许国立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许国立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被告人许国立表示 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审应改判无罪 辩护人检察员就其有罪供述是否应当予以裁信 定罪证据是否充分 是否有从宽处罚情节 是否应当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等问题发表意见 许国立最后陈述再次要求宣告无罪 庭审从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十五点四十五分结束 媒体报道本案将择期宣判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官场有关的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表示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日前对来宾市政协员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于志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明他背弃初心使命干预被围猎 目无党纪国法 屡教屡犯不思悔改 与他人创供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 通报特别指出他通过代孕的方式生育子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通报表示 鉴于于志平此前因违反连结纪律等问题已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降为四级调研员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 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取消退休待遇 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所涉财务也随案随送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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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